视角暂且回到贼王这边 他正式加入了天仙阵营 在举讯完仪式后 连把他带到了研究室 贼王明确的感受到 眼前的人和其他天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从他们的对话中可得知 这个巨大的外当花 可一次性经验出大量的丹 但无法保存太久 而贼王身上的气很稀有 连想通过以菩萨使他为前提 应用贼王的身体进行各种实验 当然连也会知道他到的修炼提升他的能力 可以说是共赢 贼王也行然接受 画面来到另一边 众人经过商讨你定好了计划 从没得口中得知 先要在炼当宫中 那里是连的研究室 周围无座宫殿则是其他天仙的居城 方中宫是陶和菊的居城 主修方中术 太息宫是朱井的居城 主修呼吸法 导引宫是狼的居城 主修体术 手艺宫是鬼的居城 主修冥想 周天宫是牡丹的居城 主修经络 他们各自转工一门 然后互相指导 连王上不会住在炼当宫中 因为外当花往上会枯萎 没办法进行研究 他往上会在宗室的居城里 也就是说 今晚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进化路线小组的任务是 尽量避开天仙寻找逃生路线 或门王他们则是寻找炼当房 当的材料是人类 也就是说研究室里会有很多史诗 通过其的感知 他们很快就锁定了目标 两天前还压制主角团的精英怪 现在被简单的被吃弄死 众人顺利的解决了 所有看守的精英怪来到宫殿 不出意外的意外出现了 天仙之一的兰 已经在这里恭候他们多时了 原来不久前 贼王赶知道了 铜马正在往这边赶 于是以天仙 不要对自己的弟弟动手为条件 提供了其他人的资料 然后连通过俘虏 推演出了他们的状况 兰还向自己的姐姐 也就是梅 透露出了连的计划 天仙们现在进行着 名为福生避骨灾的仪式 完美的弹药马上就要完成 那种当不会让人树化 现在只需要准备足够的气就可以了 她希望梅能回到他们的身边 梅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她是来和众人告别的 之后也会离开这座小岛 狼沉默片刻叹了口气后 接着说道 那就先完成仪式吧 所谓仪式就是以拥有 由自金木水火土的道德人为瘾 将奔徒的所有人炼成蛋后 献给宗师 其他人不出意外 也已经和天仙接触了 原本的计划是 尽量避开天仙 寻找仙药和逃跑路线 但在遇到天仙的那一刻 这个计划就已经结束了 那么就只能全力硬仗了 幻梅王让梅带着左切去寻找仙药 自己和女人留下来拖住对方 但梅却表示 这里并不是炼丹弓 幻干落 蓝变一脚袭来 一方交走过后 蓝告诉众人 这里其实是她的引导弓 在这里她可以随意操控宫殿的形状 以及道德流向 说着她便操控第一次 捆住了梅的行动 这里先说个题外话 关于这本漫画 我也是看了好几个新方导师的推荐 才去看的 但我个人感觉 这本漫画并没有那些 up主吹的那样神作 要我自己评价的话 在牡丹死后 这本漫画就从邪道漫画 变成狠点很平庸的玩到热血漫画了 接下来的战斗特别点 我实在不想详细解说了 所以就以吐槽的方式来解说吧 说回剧情 第一回合 蓝将画梅王压制的毫无还手之力 被打趴的画梅王一个仰卧起座后 一个肩步上前 一拳就把蓝打得怀疑人生 上一秒还毫无还手之力的画梅王 为啥一个仰卧起座 就能有一战之力了呢 作者噼里啪啦的解释了一堆 简单盖过下来就类似于 太极权力的画镜 吉利达利 没错 这之中画梅王自己口中说出的 将对手的力量全部还给对手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时候给我看乐了 你说其他天间就算了 拿一个体修千年的人 主练的好像就是太极 结果画梅王一个仰卧起座 就能把他打个半死 别跟我说你这体数 是个比马骗子学的 主切也抓住机会 敲开了第一次 带着没先行离开 上一秒还破不了房的女人 在画梅王仰卧起座的加持下 一波配合 直接将狼蓝腰斩断 然后就是你们的实力我认可了 蓝直接施展鬼世界 战局再次扭转 第二形态的蓝 轻松压制两人 女人的腹部找到重创 画梅王被打到以时模糊 实力悬殊 女人使用视线 准备带着画梅王先行撤退 蓝表示先让你们跑30米 所有瞬间追上 一击敌语斩送手刀 画梅王推开女人 硬砍这一击 四大历程的一击 直接劈创了画梅王的左肩 这样的创伤 只要是个人就得记 倒地的画梅王 深刻的体会到了 人类的能力是有极限的 所以他不做人了 冰死的画梅王 掏出了牡丹的真管花蕾 砸向自己后 直接斩了起来 我真的神怕他来剧 僕はクール的 原来早在众人会合时 画梅王就宰下了牡丹的触手 一般来说 外档花住住体内后 会侵蚀身体主人的道 而这王之所以能不被侵蚀 大概是因为 他有两大经典霸腹 冰死状态 以及我还有不能失去的东西 所以掌生了外档花的道 而这两霸腹 画梅王也有 咱就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基本大部分人都有这两霸腹 就这样画梅王舍弃了人生 获得了接近不实的身体 女人见画梅王 居然会为了一个 或许不存在的人舍弃人生 被他觉悟震撼的女人 用眼也强行堵住腹部伤口 决定舍命陪君子 第三回合开打 重伤的两人 依然不是狼的对手 当然他们的目标 一开始就不是战胜对方 而是拖时间 鬼师姐会需要大量的道 所谓天线的第二形态 无法持续很长时间 没错 全身状态都被挽虑的两人 在重伤的debuff加持下 居然能拖到鬼师姐技能结束 两人抓住机会 画梅王迅速上前压着狼 给属性克制他的女人创造机会 而狼通过观察女人的道 就明白 他做不到 重伤状态下的他 倘若把道强行聚集在武器上的话 他就会死 狼认为女人没有赌上性命的觉悟 但他还是小看了女人 然后搞笑的就来了 哼好吧 是我小看你了 不过已经足够了 只见狼双手合十 无数地次涌出 画梅王迅速上前 给女人制造支撑点 躲开地次 女人抓住机会 以及干掉了狼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他 作为Boss之一的狼 这场战斗 看得我完全没有紧张感 甚至觉得有点搞笑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朱警师 他一开鬼师姐 就直接开启大范围元素AOE伤害 秒了画梅王 满满的压迫感 这才是修炼千年花药改有的B格 到了蓝这里 一个练了一千年太极的人 被画梅王一个仰卧起坐 然后用画镜吊打 特别是最后啊 这会在半场状态下才想起 自己是自然能力者是吧 半场的状态下 都能使用这么强的元素战技 你找干嘛去啦 特别是他一脸自信的说 哼已经足够了 然后被秒 我真的是笑拉了 说为剧情 两人付出巨大的代价 掌生了狼 画梅王的再生能力并非无数次 没使用一次就会加快他的树化 十字不多的他 想早点离开这里 与妻子见面 女人则表示自己需要休息一会 让画梅王先走 画梅王再待榜 也不可能察觉不到 女人其实神父重伤 留下了一句 谢谢你救了我 我在前面等你后 独自离开 在画梅王离开后 女人卸下了所有伪装 狼疗化光的他 无法再使用粘稠液体 植住腹部的伤口 活着也好 当初他的妹妹 就是在他眼前居世的 女人一直以来都很努力的 连同妹妹的那粉活着 最终他独自一人倒在废墟中 自此漫画六十一至七十画结束